Hello,大家好,我是Esther 欢迎大家来到Omscience观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中观 中观来看的事情 更加的圆满 那我们在近期我们的课题 都是围绕在心境上 比如说这个都是我们能心意识所幻化出来的幻象 怎么样不去着想 那以上能够让我们活得更自在 而这一次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用中观 也就是用一个中 这个中就是一个中间 观就是一个观照的观 来看的事情会更加的圆满 那这个讲到这个中观 是不是就是站在这边不左不右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说到这个像 都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意识所幻化出来的 在生活当中 总是由我们的意识所产生的一个幻象 都是带给我们生活一个苦恼 就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当你知道公司要裁员的时候 那你就开始担心 如果我失去这份工作 我没有收入 我供车 供房子 接下来生活 要怎么办呢 那你就开始就会去担心 担心什么 其实这件事情都还没发生 公司裁员 也未必裁到你这个事情还没发生 但是你的意识就不停不停的 你的脑就不停的在动 就在想事情来的时候 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还没发生的事情 但此时此刻 你却已经掉入了这个苦恼 所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这个头脑 所幻化出来的 都是我们的一个 本人的一个认知 也是我们去 给这个事情下了定义 做了一个判断 或者是自己 去安排做的一个假设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让我们去抽离 这个想呢 这就是我们的分别性 我们的这个脑不停的在动 当这个脑不停的在动的时候 就有很多对事情 就有很多的判断和分别 那回到来 回到来 不偏于左 不偏于右 不失散 不失恶 不肯定 也不否定 而是用着 中观的一个视角 来看待事情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心事 我们的意识 安定下来 当你把你这个意识 安定下来的时候 你们才能够指着 指着这个念头 不会一直不停的在妄想 每个起心动力 都是不停的在幻化出很多很多不同的象 这些都是让我们掉入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假设当中 所以当我们能够安定我们的意识的时候 你止住在当下的时候 用着一个圆满的一个空性 来看事情的一个境界 这个就是中观 这个中观 就是在当下的时候 你对当下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因为有当下的因缘 都是每一个事情都是因缘具处才会发生的 那你就能够用着中观的一个视角的时候 就能够超越这个当下 当你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因缘 每一点一点的 是在这个不抵触任何一方一面 不靠这边 不靠左 不靠右 不偏 也不离 而是处在一个 所说的中观 这一个视角 来看待事情 所以这就新经所说的 心无挂碍 无挂碍过 无有恐怖 远离天岛梦想 就近涅槃 心无挂碍 无挂碍过 所以当你 明白了 无放 知道了宇宙真相的过后 你的心 知道这些都是一个幻象的时候 你的心还在怪些什么呢 你的心 还会在恐怖吗 这个恐怖 都是因为我们 颠倒远离 颠倒梦想 远离到一个颠倒的一个 一个死 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是看到的 在虚实的一个切换当中 当你明白了 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所恐怖 那你就能够用着 中观的一个智慧 来看待事情 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父母亲生病 那身为孩子的我们 总是会担心 父母病了 身体在受苦 那我们身为孩子 也是在担心 他的一个 这个生病的一个时候 看到他在受折磨的一个时候 就是很难受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以一个中观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事情 也就是我们先 把我们自己安定下来 这个安定呢 就是我们先调整好 我们的心态 这个事情 父亲身体的一个病痛 我们知道 那我们就先把我们自己 身心也安定好 那在这个过程 我们在照顾他 这个过程 其实 很多的时候 是陪伴 我们陪伴他 看医生 吃药 陪伴他 在他的身边 很多的时候 是给予他们 他们在身体 在受折磨的时候 给予他们 安定下来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不只是身体 在病痛当中 而且有时候他也会想到 我还要孩子来照顾我 我给孩子增添麻烦 那会觉得 会 就会去自责 哎呀 给孩子 添了很多麻烦 那只要我们能够 安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稳定的时候 那在这个照顾 陪伴的一个过程当中 更多的时候 是也能够 影响他们 能够把他们 安下来 心也让他们 定下来 所以 中观 这个 它是一个修的一个法门 我们能够用中观 它能够 就像 心局所说的 进入到一个 圆满的一个空性 不生 不灭 不增 不减 不够 不尽 也 就如 它也 不来 不出 不长 不断 这 就是 中观 能够让 事情 用中观 来看的事情 能够有着一个 圆满的 一个 空性 跟大家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 感恩 大家